请我们主委 黄主委 黄委员你好 主委好 刚刚听到几位委员的这个咨询 其实有一些问题 其实知识体大 这个公然的说政府违法 那其实很多的政策是延续性的 甚至呢是这个 配合相关政策的需要 清府会才做相关的任务的这个执行 刚刚管委员所说的 NPO这个相关的问题 是不是请主委做个说明 谢谢委员 其实在这个部分 当初在做这个业务之前 其实我们也有注意到这相关的问题 所以在教育部 其实在二三月份的时候就曾经 因为这个培育优质人力促进方案 它的政策经济扩大公共建设条例 这个部分主管机关是经建会 所以曾经有发正式的公函去问经建会 说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不是合法可行的部分 那经建会在四月三号有正式的回文 它的说法是说 第一个依照这个原来通过的 立法院通过的这个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 投资特别条例的第二条 它的规定是说 该机关是中央主管机关为行政院经建会 执行机关为编列预算是各部会 点点点点这部分 但是条文当中并没有限制说 不可以委托同为中央执行机关的各部会来执行 所以它法律上如果没有明文的说不行的话 它照一个判断它是认为它是可以的 那另外依照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条二项的规定 行政机关依业务上之需要 得依法规将其权限之一部分 委托不相隶属之行政机关执行之 那另外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条又规定 行政机关会发挥共同一体之行政机能 应于其权限范围内互相协助 所以依照经经会的一个看法 它认为说在法律上 并没有明文的限制说不可以 那它合理的解释 只要能够对人民更好 它把它做一个比较认为说 可以这样做的一个看法 所以依照这样看法 再依照行政法 行政程序法相关的规范 所以它认为 清福会应该来协助这样的一个事项 那另外在跟委员说明的是 就是说 刚刚王委员有提到说 是不是违反预算法 但是因为依照经建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教育部委群本会是用代收代办的方式来执行 所以是跟预算法的相关规定是符合的 所以照这样的一个看法 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在这边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好我想这个针对整个事件 包括这个行政程序法也没有违法 在也排除预算法的相关的使用 所以在经建会的说明上面 其实很清楚 很清楚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讯息 也应该适度给所有的委员 他清楚的了解 不然有时候会误导 误导呢我想就会做出 比较这个不同的咨询 那我觉得这对于政府的威信 是有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影响 那我想清府会啊 美其名就是青年辅导委员会嘛 所以我看到你们的这个预算的编列 其实有一半以上都在做青年的辅导 应该是嘛 那从今年的2.5亿左右 到明年的3.8亿 其实这个正成长了百分之将近快五十了 其实但是呢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这个最近的这个八月份 所公布的失业率其实是非常严重 那尤其呢这个青年这个部分 更加的严重 更加的严重 从这人力银行的调查当中呢 这个去年毕业 过期的新鲜人当中呢 有33.2啊 等于三成的人还没有找到工作 更夸张的是呢 有硕士博士学历的新鲜人呢 还没有工作的有四成 所以这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毕业找不到工作 甚至硕士博士也找不到工作 那到底我们青府会花了这么多钱 要说这么多钱又不多啦 你们主管的机关就是主要就在做青年辅导 这几年当然大环境不景气 全球都影响到 确实是如此 没有错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每况愈下 越来越严重 不管是大学毕业也好 硕博士毕业也好 都有更加严重的情况 所以我不晓得青年辅导委员会 到底做了哪一些事情 对于青年辅导是有正面的意义的 跟委员报告 呃 委员刚刚讲的这个现象 我们也非常的关注 所以我们在今年哦 有做一个一个调查 那就是说 呃在毕业跟 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就是说 呃 青年在毕业之后 他对于他的致癌的一个规划跟想法 以及企业主认为现在的清鲜能 哪些能力是比较不够的 需要再跟加强的地方 结果我发现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简要讲一个现象 就是说很多的青年认为 他在大学毕业之后 他对于这个工作的一个态度啦 职场的专业精能 他都觉得信心满满 但是在企业主的调查 诡调的现象是说 企业主认为青年毕业之后 他的工作态度 他的这个沟通能力 抗压性 是最不够的地方 但是相反的青年认为 在大学他在这个部分 他已经学得非常好 所以他的看法是落差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 刚刚的一个口头报告当中 就是我们业务会致力于 在课堂外的修炼 可能如果说我们今天给青年的训练 只有单纯的课堂 一个上课 一个接收者的一个立场 可能对他的能力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业务的活动上 我们去做一些改变 比如说在那个调查当中 企业主认为可以有效增加青年的一个 职场就业力的部分 是在一个见习跟公读的机会 如果他们在在学阶段 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公读见习 对他职场会有帮助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原有的计划 包括暑期社区产业公读 公部门见习 还有一些公读的机会 这个部分我们就尽量把它增加 尽量鼓励同学在在学间 就可以有充实这样的资能 那另外我们在学校这个部分 我们也鼓励学校 在职癌探索这个部分 举办多场的一个讲室 就是跟企业的参访可以让学校 在同学在学阶段 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然后另外也鼓励系所 要建立科系进入地图 课程答案 还有包括生涯进入地图 那这三个部分 我简要的跟委员报告 就是所谓的科系进入地图 就是希望就是说 这个同学如果因为分数的落点 到了这个系之后 他可能对这个系 未来的工作的想象 可能跟实际会有一些落差 所以我们希望学校可以 很明确的告诉同学说 这个系所毕业之后 可能有什么样的工作机会 而这些工作机会 他需要具备怎么样的一个证照 或者是一个专业的知识 而这些专业知识 将会在大学四年内 怎么样的来协助你们来具备 所以让同学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认知 那如果在具备允许方位内 还希望能够给同学 做一些性向的测试 看他自己的兴趣 是不是刚好这个面积上 是可以结合在一起 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 所谓的生涯历程答案 就是希望同学在学校这四年 所有的不管是社团参加经验 或其他的学业 成果表中都可以把他做一个 电子的完整的记录 让他在未来毕业找工作的时候 可以把他的资料 很完整的提供给这个企业主 也让他做一个完整的资料建档 谢谢主委 讲得很完整 讲得很完整 就把你们所有的所作所为都讲出来了 把你们相关的计划规划都讲得很清楚 但问题现在就是 跟实际的社会环境工作 是有落差的 大学生他很有信心说 他所学的应该没有问题 出了社会之后 他应该能够 这个马上能够这个使用 但是呢 企业主又不是这么认为 企业主觉得你学的可能学术相关 但是到了 实际的这个职场上面又不一样 所以他反而认为 现在大学生没有抗压性 抗压性不够 所以你们这个 来促成这个案子 去多一点的实习 多一点的攻读 多一点的职业规划等等 给他们去做学习 在入这个职场之前 先让他们做一些互动 希望就是用一个 不管是用透过职场的一个学习方案 或者是除了职场实习 我们也很鼓励 包括社区行动计划 或者是自愿服务 甚至在青年旅游 因为我们看法就是说 你在自愿服务的过程当中 他提出这个服务 然后小孩子或同学 在接受这样的服务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 包括沟通 或学习 或者一些挫折 那这个部分都是给 给同学 他在能够的培养上 一个成熟的 一个历练的机会 也有助于他在未来 进入职场的一个工作表现 曾经有很多的企业主 他跟我在聊的时候 他有讲到 他有在观察同样的心境同仁 就他有发现 有在做自愿服务的人 他在进入职场 还有公司同伴 这些相处之间的应对进退 还有这个积极进取度 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 我们也会继续的在 努力来做一些 这样方面的一个活动的推广 所以这就是所谓 之前我们郭书春伟也有说过 这个做学问不如做事 做事不如做人 做人不如做人成功 这人成功现在在社会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谓人际关系 社交这个部分 未来如何从学生的角度 能够马上转换你的角色 能够融入这个社会 这个应该是现在当今 年轻人最主要的一些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 所以你知道什么叫 尼特族吗 有 赵委员 赵委员讲了很多 不升学 不就业 不进修 也不参加任何就业辅导 等等的这样的族群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吗 各种统计数据不一 但是是一个相当的人数 所以这个非劳动力的 这个有一群人当中 大致是符合这个尼特族的特性 将近快18万五千人 这个数量是很庞大的 是很庞大的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 这样的观念 他们不想去就业 不想去工作 这个很奇妙 他们的一种心态 有没有去探讨这样的一个 青少年的这样的心理的辅导 有没有针对这个层面去了解 跟委员 不知道我们 四处这边 有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查 一方面就是先把 日本啊 世界各国 在这个部分 它的一个相关的法案 把它先翻译过来 然后它已经 目前据我了解 已经有翻译出来 现在交由二处在就业辅导 这个部分 先做进一步的了解 希望能够提出相对应的一个 协助的方案 那另外一个部分 可能很多的女特族 在这个部分 可能跟网路上是有一些 网路文化 可能就是所谓宅宅 世代这个部分 可能有一点相关 所以我们四处这部分 也有在委托 在做一些世界各国网路现象 还有各国政府 对这个网路现象 它提出的因应的一个做法 以及它的做法的 效度如何 这个部分 在做一些研究的一个调查 然后我们可能在这个部分 资料更完整之后 我们会提出一个 相对应的一个做法 那在这个部分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 网路世代的兴起 或者是其他的面向 很可能就是说 很多的同学 其实他对于他自己的兴趣 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 就是说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他就干脆在家里 有父母 有什么亲战 这样养 他每天过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那在这个部分上 我们也希望能够鼓励 更多的孩子 去在 不一定要在大学 也许可以在高中职 甚至在国中 国小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一些活动 协助孩子去认识自我 然后从中来了解 自己的兴趣 然后确立自己人生发展的方向 这个部分上 我们也在思考 有没有一些方式 可以来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计划 就是因为我们经费 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们把一些计划的 一个结余款 正在尝试说 也许可以从高中职 这个面向 甚至到国中 就可以有些大专生 就一些直来探索的 一个社团 可以到国高中的部分 去跟这些同学来做互动 让国高中孩子 对于未来 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些想法 好谢谢 我想最后 我想这个预算中心 也很清楚 这个列了我们 轻浮会相关的一些问题 不要等委员提出了 相关的预算的删减 或者说严重的质询 等等之后 我们才去做改善 当然很多的问题是 从过去到现在 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啊 主委你是年轻人嘛 年轻人就是有魄力 有魄力去解决 相关我们能够克服的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都写得很清楚 好不好 好谢谢委员 主委加油 谢谢 好谢谢两位